光复乡火灾意外频传 根据消防队统计 去年110年度大小火警超过30多件 上个星期15号凌晨又发生一起 独居阿嬷民宅火警的意外 也引起乡公所关注 乡长林清水特别加速采购灭火器 初步计划添购1400瓶的灭火器 要准备发送给各村村民 以备不时之需 15号半夜凌晨2点多 光复乡林森路这处木造铁皮屋起火燃烧 独居的林姓阿嬷当时及时逃出人员平安 而这一张照片也介入着当时 消防队暗夜灭火抢救的危险时刻 不过暗夜的这一场民宅火警 也引发乡公所的关注 尤其根据第二大队光复消防分队统计 去年110年度 光复乡地区大大小小的火警就超过30多件 火灾频传也造成乡亲民众生命财损 而当时乡长林清水也编略预算 提报箱待会审议通过支持 添购灭火器来发送给各村村民使用 现在我们关火箱礼拜五晚上 不幸还发生一个火灾 把一个铁皮房子烧掉 连隔壁也拨几道 像这些东西我们尽肯来 能不能说做到预防工作 所以最近正在各村来调查 看安装在哪里 总共1400只的灭火器 也因为这一场大火 乡长林清水也特别加速采购 以及各村调查作业 预计初步将添购1400平的灭火器 准备发送到各村家户 以备乡亲民众不时之需 记者是欲蓝光复采访报导